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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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大爹哥說 他讀不夠兩個月大學 就被他滾大了, 學都沒得翻 別說我說 他連女兒的爸爸是誰都不知道 要不然要跟他姓相 神經病 你別這麼罵他, 他可能小時候不懂事 說真的, 柴家在香港有頭有面 萬一他真的嫁進去的話 被人爆出來 肯定又是一宗鴻門醜聞 大爹哥就被他害死 不行, 我要先爆他糟糕 看他怎麼嫁進洪門 Amy姐姐, 別說錯 Kiki你越來越像奔其寶 我想如果你早出道過他 肯定比他勁很多倍 算你識貨吧 對了, 你跟樂天生好像很熟 我們從小到大 簡直是當我老婆兒子 樂天生的女朋友不是叫上喜嗎 那個老婆?看他什麼時候可惡 你知不知道他有女兒 還跟他爭小孩 我還以為他在外國泡完鹹水 回來的大家歸手 當然不是, 廁所水就讓他泡 看你這麼英俊, 爆點資料給你聽 來… 好了… 抓到了… 好了… 好, 你好整身大汗 快點麻煩媽咪 麻煩媽咪 裝鬼扮馬 好, 現在輪到媽咪裝鬼捉雷, 好不好 好, 讓媽咪來吧, 打給你們 來… 來吧, 救給我吧 好… 好… 未婚媽媽嫁過有錢人 你們整班都躲在那裡 一個一個不用做 又是在帶什麼在那裡 真是想不到上喜, 以前是這樣的 是 我們也想不到 她的女兒原來是沒有爸爸的 是啊 上喜也不像是這種人 那些人應該是煲水的 不過已經燈光了, 也不像是假的 不要吵… 有東西聽 剛剛踩身豪門的柴家太子夜 又有新聞 今天明人版頭條 未婚媽媽嫁過一個有錢人 一個照顧女兒的主婦 都會被豪門公子看中 是真的嗎? 報紙不斷寫我照讀 還有一名知情人士透露 這位柴公子的女朋友, 常X 本來是一位大年輕人 但讀不夠兩個月就絕學 原來被人搞大肚子 現在連驚訝是誰都不知道 這件事也挺老舊的 之後她讀不成書 靠不同的男人供養 所以說… 那豈不是吵架? 吵架? 吵架? 有辦法 剛好被她認識太子夜 就死纏難打 希望她是非常之太后邊峰王 想想, 我老實不就很不值 她是女人, 被她這麼漂亮欺騙 救我老實Amy不值 輸給我這樣的女人 姐姐, 讚吧, 還是先踩 說出一個事實 香港人做女人總比男人好 一個麻煩就嫁入豪門 大喜搞這種事出來 想嫁入柴家, 多難 現在拍拖而已, 這麼快想結婚 不是她還有誰 你猜駱先生知道這件事嗎? 不知道 駱…駱先生 你們想知道甚麼?問我吧 沒有人說你們又說 做事吧, 八卦 你怎麼樣? 不如我請你回去休息吧 人家吃飽飯, 沒話要說 我連她找些話要說 說了口罩就不說了 小姐, 小姐 你今天報紙所說的那個姓長頭女人 拖著那個女兒想嫁入豪門的身分 有甚麼回憶? 是嗎? 是呀, 小姐 請問你和駱先生認識 是嗎? 駱先生, 如果小姐 真的是一個這樣的女人 你會不會再跟她在一起? 我不管這報紙寫過甚麼 我喜歡的是現在的常喜 現在的常喜是一個好的女人 你如果再亂寫的話 我一定追究到底下 駱先生, 沒甚麼事 駱先生, 駱先生 駱先生, 駱先生 駱先生, 駱先生, 駱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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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駱先生 駱先生, 駱先生 不用怕的 我不會讓任何人傷害你的 不用怕, 沒事 是大傑哥的車子 是他們 駱先生, 駱先生 駱先生 有本字就一輩子不回 想知道些甚麼儘管問我 媽媽, 為甚麼今天不用等下班 就可以回家? 今天呢 你媽媽不舒服, 所以找你陪陪 媽媽, 你不舒服? 媽媽, 你一點點不舒服 女兒, 讓我們這天去大地高 住幾天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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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為甚麼有這麼多哥哥姐姐 不用怕的, 媽媽在這裡 好 她們在這裡 這裡才是避開, 所以我們出去 走 走 沒事說, 走 走 走 沒事說, 走 沒事說, 發展 發展 發展, 發展 不要怕…媽媽會冷 放心…不要怕 媽媽, 我覺得很冷 看看… 媽媽, 我怕這哥哥姐姐 不用怕, 媽媽會冷 媽媽不會讓她欺負你, 放心 這哥哥姐姐在做甚麼 她們何時才走 她們很快就走了, 女兒, 不用怕 先喝水 來, 喝水 不行…很快就沒事了 你呢? 現在風頭火小 你和女兒不如在這裡住幾天吧 那些記者看見都沒甚麼料 很快就走了 到時才送你回去 早輪子大了 只會被那些報紙人爆了 沒想到現在能到喜姐 真是苦命鴛鴦 上房間休息一下, 好嗎 好 喜姐姐, 你們走 是 奶奶, 是 來, 你們倆長兄 長兄夠煩的, 你別再說三說四 誰知道他突然來了 你現在知道 聰明了, 老表 還有, 外面有很多記者 別亂說八卦拍照 行了, 到這星期就在家裡 就臭了, 不出門了 整個星期餓死了 我們入伙的時候 喜姐入了大量職吃麵飯 半個月就夠頂住了 我跟你們說過 我才是世貌的主席 為甚麼每次都煩到心結呢 爸爸, 這件事不單是世貌的事 還要是關乎整個家族 媽媽怎麼可以不知道呢 Wendy說得對, 志哥 你認回兒子不關我的事 不過這條樂天生的背景很複雜 這樣吧 開港人說甚麼類罪 你自己的出身都不清不楚 失迷那些人當然是不生不世 是嗎? 你說甚麼? 我只是以事弄事, 是嗎? 爸爸, 表舅父說得沒錯 當初不是你認回樂天生 怎麼會弄常喜出來呢? 姐姐, 你不能這樣說 大家都是你爸爸的子女 媽媽, 說句公道話 是嗎? 如果常喜真的報紙所說的那麼不堪 多許會對天生造成負面的影響 常喜的出身當然是有問題 他背後還會引起成串問題 那倒不是 萬一失驚無神, 彈出一個爛鬼 又說常喜的女兒是他的女兒 那些爛鬼背後, 原來又有個爛鬼 那你真是不得死了 是呀, 媽媽 那些爛鬼可能貪到柴家有錢 爆醜聞成績落索 就算是給得起錢 也會被人笑得臉亡 那我還怎麼去幫見人 聽我說, 大家都不用這麼勞氣 老闆一定想的 現在問題是那個女人癡迷傷 只要我的大少爛味清新少少 老闆一腳仰鞋的女兒 豈不是天下太平了 是嗎?老闆 其實這個年代 沒說分甚麼門當戶對 那我們也沒說看小人 是呀, 窮不是問題 最重要的是身家清白 沒錯 你們這樣繼續說下去也沒有結論 不如等爹地拿主意吧 我懂得好處理這件事 不用你們操心 心裡休息, 失懷 是 頭髮還好痛嗎? 我覺得這次的人說得挺有道理 所謂兇願內風未必無因 上喜的背景可能真是很複雜也不一定 雖然我跟天生接觸不多 但是以她的性格來看 無論上喜是甚麼人 她也不會這麼容易放手 我就擔心這件事 如果你叫天生選擇的話 我相信她要選擇離開柴家 也不會放棄上喜 但是現在的報紙也不用全相信 你有沒有想過去找天生了解真相 好球, 柴先生, 開了 我真的不明白有甚麼好玩 走路多我打球 打球 可以訓練人的頭腦和耐性 是必須的科目 到你了 好 拿些天生給你 拿些天生給你 下山 上山 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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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 沒事…吐傷了 打拳,不要只用手力 要鑽上腰就行了 不如我們回去clubhouse坐吧 好 我們不打了 謝謝 怎麼樣?還不通? 少許,休息沒事 當然了,你也不懂得就努力 其實做人跟打拳一樣 要懂遷就形勢 不可以死海面頸 你想說什麼就說,我守得住 其實我不是想干涉你的感情生活 不過最近我聽到一些關於常喜的事 我想搞清楚到底叫人是怎樣 我相信我自己是眼光 常喜不是貪慕虛榮的人 其實我想說的是 如果常喜的背景 真的像報道所說的那麼複雜 我怕以後你會很麻煩 他有多麻煩 是那些大紅店 怕常常會影響柴家的聲譽 對吧? 無論如何 我希望你們做任何決定之前 都才考慮清楚 我不會理會其他人怎麼看 我怎麼也不會離開常喜 如果你們柴家的人是不歡迎他的 我唯有離開柴家 說得挺好聽的 說得出做得到最好 文威, 陪你自己的朋友玩吧 爸爸, 你時常幫著他的 我現在鄭中聲明 如果他娶個女人 你又認他做媳婦 我就馬上回美國以後都不回來 也不再姓柴 你說什麼? 我不用這麼麻煩柴家大小姐 我落天生今天依然姓羅 以後都會是, 你沒意義吧 什麼?我免得為了他一個 弄得整個柴家散散了 謝謝, 多喝一瓶 好 喝啤酒 我還沒來喝到開啤酒 喝啤酒 你現在是老朋友的身分來陪我 突然說Joey還沒吩咐他身分來勸我 什麼心都好, 總之我永遠在你那邊 算了, 說一個人話 我勸你有用嗎? 謝謝 你明知道跟上喜在一起 會得罪柴家的, 你會放棄他嗎? 我是男人 我怎麼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 去放棄身邊的女人 他真的殺了你, 沒辦法 我最好當初也沒認過這個爸爸 我以前也是這樣過的, 什麼? 所以我也是男人 明知道你是這樣想的 不過坦白說 給我跟上喜的感情 我也不會放棄 我知道你一定會明白我的 當然了, 我是你老朋友 怎麼會不明白你 跟他說話 Amy, 沒什麼, 在酒吧 不用擔心, 阿正在身邊 阿正在身邊, 你來不來? 我一定等你, 待會見 Amy說你現在過來嗎? 是呀, 他說剛好在附近 又說我們三劍俠很久沒聚過 那我叫他過來, 來, 先等一會 你輕鬆一點 很久沒試過拼得這麼準, 很開心 我來的時候, 兩個經常住菜 如果我怕我走的時候, 真是的 怎麼會呢?有這麼多老朋友在這裡 你找他來幹什麼? 我的車子在那邊, 你們呢? 我在這邊 我的車子還在修理 Ken, 你車盤好嗎? 好, 我先走了, 再見 你多謝了 小心 小心 這麼難得坐我的車, 當然有事要問我 不用問, 也知道我還沒來之前 你現在拍拼心口, 說替阿新脫離柴家 是呀, 不用說, 常喜這件事由你弄出來 關我的事, 你別嚇嚇我自己 不過常喜的背景, 這麼有話題 他也預料會被人爆出來 關不關你的事, 你這次的預算 不會打得不響 我很清楚阿新的身分人 他和常喜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而分開 那肯定, 要得到一局 為甚麼我們每次的想法都不一樣 很簡單, 因為我們走的路不同了 停車 為甚麼停車? 我想坐的士 真是看到一陣子都現犯了? 不同的路, 還要下車比較好 不妨礙就塗一間駕駛馬了 尚小姐, 我就在附近 好, 方便出來見見面嗎? 好嗎? 茶山, 不知道你約我出來有甚麼事嗎? 不用緊張, 我只是想跟你聊天 不妨礙你吧? 不妨礙, 我看他而已 不妨礙你 一個人帶大女兒真的很辛苦 我不會被任何人傷害我女兒的 我知道, 你是一個好媽媽 天生跟你在一起這麼久 她應該很了解你 其實, 我不是反對你們 只不過家族裡的確有些不滿的聲音 我明白的, 對不起 我為事也影響你們 不要緊, 對事對人我也是一樣 不會只看表面 其實我也想你和天生得到幸福 謝謝你, 茶山 不過, 我在了解整個事件之後 才可以知道怎樣能幫到你們 謝謝 你也是為人父母 應該很明白我現在的心情 我不會計較任何人的過去 只是想妥善地處理這件事 我明白你做天生的爸爸 你一定會緊張他 但只要我過去 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尚小姐 我都別再說了 總之我有我的理由 即使我和天生分開 我才會認命 但我希望你相信我 我不是報紙裡所寫的那種無人 如果你不想說的話 我也不會面對你 不過, 如果有甚麼我可以做到的 儘管開口 我會提議 你還買吧 我讓你… 我只想說, 我去照顧吧 祢姐姐, 我幫你接生吧 祢姐姐, 你好乖 姪姐姐, 我可以何時上學 明天就可以了,哥哥、姐姐都走了 女兒,幫我們搬回以前家屋吧 好 我是說,我們兩個人以前住在那裡 而且我們兩個像以前那樣相依為命 不要再被人騷擾,好嗎 那大弟哥哥、小弟哥哥和公公呢 他們住在那裡 我以後就見不到大弟哥哥了 你看見媽媽就夠了 媽媽以前不是這樣跟我們一起 女兒,不捨得我們,你搞甚麼? 想搬去哪裡? 我早晚都要搬 Amy是不是跟你說甚麼? 不是 你買冤禮,我欣人 是你老爸和喜姐不知道聊甚麼 你說甚麼?沒有老爸? 你說甚麼? 是,你老爸和喜姐在外面 陰陰陰陰不知道聊甚麼 這些粵語蠶片,站好棒打鴛鴦 你老爸是最流行賺錢達人 對了,喜姐,他把你的票給我來 不是,他怎麼搞的 阿森,阿森 阿森 是不是殺死人了嗎? 你幫我照顧女兒 那你在哪裡? 昨天我見過阿森 二哥他怎麼樣? 我是不是為了常維這件事不開心嗎? 我和常維雖然不太熟 不過見他不只是報紙所說的那種人 Kent,你別這麼天真 你是陸天生的好朋友 他在你面前假裝熟女 現在報紙什麼都當出來了 現在嫁他還出來澄清嗎? 你說甚麼? 阿森,你有錢人好命而已 但並不代表你可以在裡面詆毀人 爸爸,你看他什麼態度 粗人真是粗人 閉嘴吧,八婆 爸爸,他在罵我 天生 還有你,你跟常維說了什麼? 我沒跟他說過什麼 你有什麼直接找我 你去找常維做什麼? 天生,你冷靜一點 對不起,杰姨 但是你要讓我做一些應該做的事 天生,別這樣,我去走吧 你們做這麼多事 都是想我離開一場喜 我現在就告訴你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手 不是,天生 柴先生,我們一番好意的 我不管人家搞什麼小動作 這裡就是我樂天生的女人 現在是,以後都會是 你們以後都不用怕,我會拍攝柴家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勝過柴 從今天起,所有事情回復原狀 我當從來不知道誰是我曾生的爸爸 你也可以當從來都沒有認過這個兒子 天生,你不用再說了,我們走 天生,對不起 不是吧 什麼不是,你們倆搬不搬? 這裡我們住了一個月左右 這麼快要我們離開這個 環迴無敵大海境? 我剛剛宣布了 終極豪華十天歐洲團,怎麼辦? 怎麼辦?打回原刑,由歐洲自己賺錢 怎麼搞的?妹妹是這樣的 那你以為是怎麼樣? 不是,我就是說你為了一個主婦 放棄大好前途,值得嗎? 加入我們一杯關是怎麼回事? 別客氣,快點收拾東西你們倆 別客氣,你怎麼又收拾東西走? 我… 不能談,我不是跟你說過嗎? 無論如何我都不會離開你的 你聽我說吧 你聽我說才對,總之一句都說了 我不准你走 不是呀 放手吧 放手 誰是你 遊戲,你怎麼把我的媽煙通走? 不僅是我的媽煙通 做了一件事都是你的 是呀 你以為要撿回舊衣服嗎? 眼氣越搶越聽人說 是嗎? 弄得我的媽煙都壞了,你看 不要緊,我幫你弄回它 總之你不走就行了 碰到了 你這麼難聰明 你還說吧,不好意思 你這次真的聰明了很多 我還以為三天三夜輔導 誰知道這麼快就明白 你真的當我白癡嗎? 你在這麼多人面前坦白說 我想裝白癡就不行了 那你有時候就傻了 你說我傻了 一定還有其他原因的,是不是? 說吧 不說 說吧 不說,你求我吧 我求你吧 求我吧 我求你吧 因為我找到一個絕世好男人 想我死也不會放手了 不用說了 我只是兩句心無心意 偷過有人賺,你又沒有 好,我出去 我賺… 每天十句八句就是基本的 另外兩句就看看你的表現 我很欺憾你稱讚我 你自己不欺憾嗎? 對了,柴詠芝,是不是真的賺錢帶你 當然沒有了,我也想他帶我 那他說甚麼 其實我這次來真的做好人 他想幫我們 幫你甚麼 別說了,算了 又不說,你甚麼都不說 我又不想說了 我有用力 公公 張小雷小朋友,請問你睡醒了嗎 請問你有沒有帶學生的手冊 有 請問你有沒有帶齊功課 都有 請問你有沒有帶水 有 你問張小雷,哪有幫你收拾東西 媽媽,我收拾了 你媽媽那麼好 聽說你兒子和常小雷是好朋友的 是嗎? 是呀 你平時有沒有跟常小雷的媽媽聊天 你那份人怎麼樣呢? 你看著女兒 你哪有在報館的? 你這麼喜歡掛人家私隱的 我找個卡片來… 你別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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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吧? 是甚麼? 司教徵堂 司教徵堂? 柴先生,這些就是你和我找的資料 你別跑了,全部都在這兒 好 原來真的這樣 這次辛苦了 兩頓都沒計算了 你給我付帳 柴先生, 似乎多了五千塊, 是不是寫錯了 當我幫你醫藥費吧 柴先生, 真是有人請你, 謝謝 這是甚麼梳化, 睡得滿身的 這裡連空氣都比人污垂 這裡是喜姐的家 這是家, 真是想不到 我們的上等人都要寄人離下 真是痛心疾首 也就是, 哪有人二、三千呎的大屋 搬回來這些白鴿龍 你老表在想甚麼 誰奇奇怪這麼早就找上來 傻瓜 甚麼 賭師這麼早就叫甚麼 是這麼早還沒睡得真 餓了, 有沒有早餐嗎 對了, 去早餐吃 來, 現在 來, 現在 只是白粥, 我吃習慣歐綠式早餐 遲些連粥水也沒得你喝 大家努力點賺錢 很快就有歐綠式早餐吃了 為下要靠人的 是 喜姐 人間有情, 逐世清喘 是 喜姐和女兒 是呀 小女人發揮人性光輝一面 含身如虎, 待望者撫養為孤 這麼糟糕 原來女兒不是喜姐親生嗎 快喜… 大地哥 不要躺著人家 小姐, 你沒事吧 對不起… 小姐, 怎麼回來了 你沒事吧 我們快點買了報紙回來… 你冷靜點, 你聽我說 這件事不是甚麼壞事 怕甚麼被人知道 不可以的, 不可以讓女兒知道 我不是她的媽媽 姐姐和姐夫都很疼愛我的 他們多辛苦都好 都肯供我讀大學 那天他叫我看著女兒 結果我只顧著讀書 女兒差點被我弄得窒息 停車… 你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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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我求求你 你真是沒意見 我寶寶有事, 我求求你 你坐下, 走下去… 寶寶… 寶寶, 你不要哭我 你不要哭我 原來那次你抱著那個就是女兒 那次雖然女兒是救得快, 但她身體已經很弱 她在肺炎裡長了一個小氣泡 姐姐和姐夫因為要趕去醫院 結果發生疾窩, 是我害死她們的 是意外而已, 你不要再掛自己了 我害到女兒沒有做過媽媽 所以我答應過姐姐 我一定會做一個好媽媽, 養大女兒 所以我一定不可以讓女兒知道 我不是她親生媽媽的 我們買了這些報紙回來… 我, 你聽我說 你這麼疼愛女兒, 我要捱了這麼多苦 女兒知道的 就算現在真的讓她知道 你不是她媽媽今天怎麼樣 她也會用照當你是媽媽的 她不會因為這樣而不開心 真是的, 女兒真的不會生我 她會想過你, 相信我吧, 沒事的 但女兒這麼小, 她真的會想? 我也說會 還有, 待會看到女兒一會兒 別哭不哭不哭, 怕嚇死她 把眼睛閉上去 真的感人, 今早已經有很多 聽眾朋友打電話來 是, 認為現在這麼冷酷的社會 竟然會有這麼感人的真人真事 可以溫暖人心, 帶來新的希望 是的, 這次事件 已經得到社會福利處的精神 這位常小姐的犧牲精神 真的很偉大 將人性的光輝發揮得淋漓尋漬 這裡就是常喜兩母女 當日住了六年的舊居 一間不夠六十呎的板間房 而這位就是常喜當日的包租房, 婉太 請問你是不是熟悉 你認識常喜小姐為人嗎 熟悉, 甚麼不熟悉 她很緊張, 又很疼愛女兒 每晚一放工回來就馬上回家 從來沒有男人來找她 即是常喜小姐不是一個濫交的人 以她的性格, 肯寫包單 對呀, 沒女兒在 常喜? 你呢, 努力過身家的牛 一天做幾份工 倒塌這麼早就熬到三更半夜 熬到金正火眼, 都是為了女兒 看見就替她妻人了 她妻什麼娘? 我夠妻娘了 你不可憐 你不可憐 謝謝 今晚這頓我特意請常喜和女兒 大家乾杯 乾杯 乾杯 之前大家對常喜有點誤會 言語之間可能有些無謂的衝突 不過現在終於真相大白 做錯了不要緊, 現在懂得道歉 常喜, 抱歉, 我以前衝動了一點 希望你沒有放在心裡 已經過去了, 而且又不是重要的事 不用說什麼抱歉 不是, 你真是值得很尊敬人 我應該向你道歉 那我也要道歉 對不起 是… 尤尾 尤尾, 對不起… 我受不起, 我真的受不起 不過我只希望你們 以後對阿生好一點就行了 是… 現在大家都開心就好了 二哥, 你知不知道 阿最初我多怕你來不了我跟Ken的婚禮 不過現在我想我要請多一個… 不對, 要請多兩個才適合我 女兒我會少你那份的 這間姐姐好漂亮 對, 林小姐, 不如試買這架 這架是新的, 內桶又舒服, 款式又新 不用了, 我要外面那架, 要黃色的 好, 我先謝謝你, 林小姐 幫你選擇手續, 待會兒 謝謝 不是吧, 你試了三個字就買 Amy姐, 你很好 好, 女兒不開心就去購買 當然, 但我不開心就去深圳 掃A貨, 花幾百元 但你買一輛車, 花了幾十萬 為了那位太太花錢, 值不值錢? 如果可以用錢, 令天生喜歡我的話 我就想傾家當產, 肯定不怕 話說回來, 那個東西一定會下降頭 否則為何大弟哥這麼喜歡他? 人家出身這麼可憐, 又這麼偉大 是很得人喜歡的 有什麼這麼得人喜歡? 上次打算唱衰他 他被人滾大肚子, 還未婚媽媽 誰知道, 剛剛相反 原來幫他姐姐照顧女兒 令大弟哥還不疼他, 當他是寶 好, 或者這些是天意 天有眼的, Amy姐 大弟哥應該喜歡你 又漂亮又聰明的女人 不是那些小妻子 不行, 我去罵醒大弟哥 算了, 你這樣做 天生會很不開心 那你現在不開心 沒有男朋友, 還可以有好朋友 有你的好朋友經常陪著我 我就很開心 不用說, 我Kiki最說而起 朋友有事, 我一定替他出頭 小妻子, 早安 剛才我不知道不知道甚麼人 無緣無故對著我說 早安的純小姐 你不用認識他 他認識你就可以了, 太子妃 很好玩, 是不是? 說事實而已 之前就說你背景複雜 踩身才阻止你和洛杉在一起 現在你都說我清白了 太子妃, 你就做硬了 不過發達後就別忘記我了 別開玩笑了, 麻煩你 這些事不可以在辦公室亂說 待會兒被林小姐聽到 她就會不開心了 崩口人就算崩口碗 好, 快拍照 我還要等你扶機用 是 林小姐 這邊 Wayne, 我的照片拍好了沒有? 我拍好了, 我立即放進去房間 不好意思, 我沒見過你的杯子 我幫你洗乾淨它 你不用怕, 我自己沒心 其實有時候跟我說話 不是這麼困難, 是嗎? 不是困難, 是不知怎麼開口 或者坐下來慢慢聊 你會想到怎麼說呢 我們很久沒一起聊天了 不過一個人說話又怎麼算聊天呢 對不起, 我跟天生的事 我知道你一定會生氣我 我真的很生氣 我明白的, 如果你想罵我, 你罵我 我心裡會舒服一點 我是生氣, 為甚麼你跟天生這麼久 你也不跟我說 你當我是你的好朋友嗎 我當然是當你是我的朋友 不過當時你問我 我真的跟天生沒事的 後來他又… 他又不知怎麼跟我說話 後來我們又開始了 我又不懂怎麼跟你說 但我真的當你是好朋友的 你相信我 你先這樣說就好了 我們是好朋友嘛 或者這真是緣分 當然了 我真的不明白 他到底喜歡我這個主婦做甚麼 感情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他們的全部 但對於Amy, 只是一部份 可能這樣更好 但是可以專心做事 所以我說你真是很擅長的本事 我真是一個小女人 我對於感情真是全情投入那種 如果天生現在說不要我 我真是不知道怎麼死 你別跟我說 樂天生是你第一個男朋友 我真是很笨 不過有時候, 除了簡單的, 真是好 想太多事, 很辛苦 那本事的人才會想這麼多事 學我這麼沒腦子才會甚麼都不想 如果… 我罵我如果 如果黑雨那晚 我真是同樂天生 我一定會殺死她的 我認識了她這麼久 我都知道她是甚麼人 我相信她的 我也相信你為人的 你懂得這麼說 外面的人不是這麼看的 而且天生始終是男人 看見我怎麼都會比較避忌 可能這樣就失去了好朋友 當然不會 你不介意, 她也不知多高興 而且我們現在做好朋友 她也不知多開心, 真是真的 如果沒問題的話, 今天散會 上禧, 我和Ken預約了一個森球 我想約你和二哥一起打雙打 真是 懂得玩這些東西 我知道你不懂, 到時候你打球就行了 我知道有一個人很聰明 Amy, 請你一起去吧 是嗎 Amy有很多事做的, 你不要煩著人 你怎麼覺得煩? 不煩, 放空中放鬆就好, 是嗎? 是呀, 有你一起去玩 一定會很開心 來, 走吧 運動衣、球鞋、水、太陽油 打給Amy, 你有沒有戴… 不要打給她吧, 煩不到人 怕甚麼?大家只會打球而已 你追錯了, 叫她來打球 你不覺得剛才很尷尬嗎? 為甚麼尷尬就是大家的朋友 我真的有點後悔 原來你不只傻, 簡直是笨 我們玩, 你不就叫我們一起吧 為人尷尬 你怕她見我們一雙一雙, 所以不舒服嗎? 當然不會, 她為人沒事了 她為人硬碎, 甚麼都不上臉 前幾天我跟她吃過飯 她說怕沒有我們這兩個好朋友 不如跟她吃飯, 難道真的沒事? 當然沒事, 她們又聰明又有本事 難道會為了你這個樂天生而死嗎? 那你別想到自己這麼矜貴 你自己是一個老人家, 就是阿爸 好, 我不矜貴, 你別要我 有壞事, 我最喜歡垃圾 那剛好我喜歡垃圾婆 來呀…我看電視, 女人站在前面 你知道嗎?我知道的, 來呀 你真的站在前面嗎? 不過不用這麼短, 後來一點點 後來哪? 有球過來, 擋一擋 別用我的頭 神經病, 會用我的頭, 當我白癡嗎? 來呀 沒事吧? 我摺到了, 再來 你有沒有事? 不要再來 我…我不玩了 你怎麼樣?沒事吧? 我會玩你, 整天找頭去擋球 你沒事, 不知道多爽快 你休息一會兒吧 不用, 是不是我想喝東西 我去拿點飲料, 順便拿給你們 我叫Amy過來和你們玩 你怎麼了? 不打了 這遊戲有點危險 你玩吧, 你幫我打贏他們 來呀, 快點休息一下才行 怎麼樣?拍檔 聽說你很厲害 我不行的 你們開會也沒用, 都不夠我們打 好, 就打敗你們 來呀 不行了, 認輸了 來呀, 好吧 好 喝東西了, 好 好 怎麼看到你們這幫那麼厲害 當然, 下次你會來 Joy, Ken Rishon… 難道在這裡看見你們兩個大忙人 人家在忙結婚的事 記得派貼給我們 一定 對了, 這個是我二哥, 朗天生 朗天生, 你好… 你和你女朋友打球挺好, 很合適 我不是她女朋友, 我叫Amy Lam 這位才是… 我真的挺老套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先喝東西吧, 來 就是喜歡你老套的 看來你們多合適 不妨礙你們, 我們先走了 好, 打電話 再見… 你整頭大汗了 我沒有毛巾 我沒有 打球夾又怎麼樣 打完之後是不是葛姑港 我還可以換拍檔 如果你換了拍檔的話 我想你連下廠的機會也沒資格 真可憐 你已經這麼笨了 他這樣玩玩玩玩不如會變白癡 對, 跟你可以聊天 我們走了, 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要我 怎麼了? 打不上門嗎? 是呀 沒理由, 你的車那麼新 打開車來給我看看 來, 我先拿個假餐 好 看一個 放心吧, 你哥哥一定能搞定 他懂得開車 我也懂得開車, 又不叫我會弄車 沒甚麼, 條高眼線鬆了 上去就行了 幸好有這支電筒 如果不是你那麼氣 那倒是, 我這支是好東西 我以前開車時, 當然有一支在車尾 遇到壞車就弄車, 遇到惡狗就打狗 一個不幸運, 遇到賊 要知道是旁身, 你也應該弄一支 不如就送這支給你 還是我還有一支在車尾 那我不客氣了, 謝謝 好, 搞定 你沒事吧? 我罵你了, 整天找頭去擋球 沒事, 不知道多爽 我真的挺老套, 先喝東西 就是喜歡你老套 所以我誰人競猜 並不奢望, 天使會慷慨 眼眉塵增海 又哪會看見色彩 尚未耕暈, 憑什麼等喝采 誰也知, 尚未一拍燈 燈色度未仍然難要硬 易經底下, 一生更摧殘 再寬鬧